好,继续带你来看到小太阳关怀协会永恒天师企业公司 以及秀林香公所在19号小太阳关怀协会办理了 秀林香爱心任养即部落手工艺农特产直播的意卖活动 那么小太阳关怀协会理事长何云和永恒天师企业公司董事长呢 秀林香长也都一起来到场参加 小太阳关怀协会永恒天师企业公司在19号 在小太阳协会办理了秀林香爱心任养即部落手工艺农特产品直播意卖活动 秀林香我们会表示相当感谢企业家的支持 而这次公所也用行动力来直播这项活动 我们董事长他的为人就这么平易近人 他不喜欢因为他的企业做得大或是做得小 他还是一样照自己的个性 最重要是来关怀我们部落人员 所以谢谢他看见了我们在台湾这么多的原乡里面 看到了我们秀林香 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缘分来建筑我们学童 在冬天的时候能够带着一个暖暖的棉被 之外呢我听到美林讲他这一次也要了解我们秀林香的贫分将近的学童 会因为注册的问题碰到瓶颈的这样的评估 那我们也做了调查 那调查之后由他们公司来决定到底可以生养到几个人 我想这个部分我真的是非常谢谢 小太阳光卫协会理事长何云和表示 冬天来小太阳学厂受到许多外界的协助含各乡物资 今年来结合秀林香部落访试员的协助 让本会所目的的物资都能够造福学生就学的费用之外 同时邀请著名的直播主来到部落进行部落产业行销 提升部落产业的能见度 小太阳光卫协会身为部落社福的平台之一 期望就是协助部落需要帮助的人 活动现场也搬离树林香 手工艺以及农特产品直播拍摄活动 同时也在活动现场捐赠生活物资给树林香 树林香我们各位也特别到现场颁发感谢壮 感谢三星团队的协助 拓展树林香在推动各项社会福利政策 能够更涉入部落每个角落 记得收看小太阳光博